今天總編輯時間為您邀請到的新聞點評來賓是中時電子報總編輯梁寶華 梁總編輯你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中國人民銀行從今天開始 銀行間及其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幅動的幅度 有0.5%擴大到1% 那麼在這段節目當中 我們會談到它對中國大陸本身 還有全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影響 不過我們要先先問總編輯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來做調整 是不是要從另外一個數據 也就是在日前的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GDP經濟成長率8.1%來開始說起 是 我覺得在所有的整體經濟來看 對於整個政府的行政作為 基本上都是一個必須要做整體考量 我們現在可以先看GDP8.1 它其實已經是連第五季下滑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而且這8.1的數字是從2009年第一季 從6.6到7.9以來是最低的一次 所以這整個情況意味著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它的整個出口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數字 今年1月份他們的出口其實順差只有6點多億美金 可是到了2月它其實是一整個逆差 跟它以往的整個第一季度的這個順差的情況 它每一年大概維持順差起碼是2000億以上的數字 那你看這樣的情況 所以顯現第一個它外貿整體的情況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GDP三隻腳一個是貿易 一個是投資還有一個是內需 那以往他們是以外貿為主 在以外貿為主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它雖然努力的在所謂調結構 今年那個溫家法在兩會的時候提的政府工作報告 之所以把GDP今年成長目標調到7.5 最重要的核心說法是它要去調整 他們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的一個改善改良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真的是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在外貿還沒有好它結構又還沒調好 外貿整個先惡化了但是結構還沒調好 所以我覺得今年整體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來看 會遇到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跟困難 它現在目前對外跟對內的部分 是 所以這裡面可以分成內外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在外債的因素上面 第一個美國其實整個經濟成長 我們現在又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它是又開始整個復甦的力道開始在衰退 開始在減弱 我們可以從它的就業數字開始去看到 這各項的包括新成物的一些數據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特別是在就業情況是非常明顯 今年一月二月大概都每一年每一個月份都有 新增兩百多萬個工作機會 但是到了三月它整個數字一路往下滑 破兩百萬 那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基本上它可以看到它的復甦力道 其實是又回過頭來又在衰退 歐債的部分也是一個 歐債的問題其實還是在持續 我們可以不管是你之前希臘的問題 你現在擴大到葡萄牙 西班牙我們現在所有看到的情況 都還是非常不樂觀 他們現在還在做第二輪第三輪的一些思考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兩個地方又是佔整個中國外貌 非常大比重的一個外貌的結構裡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為什麼 這一次現在中國大陸的整體經濟 遇到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看到今天人民幣的區間擴大的問題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整個經濟的情況是需要做調整 透過這個匯率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對於大陸人民幣的整個匯率改革來講 或許我們可以稍微重重回頭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匯改其實第一次匯改 大概真的是1994年 整個在十幾年前18年前 1994年的1月1號開始 他們大陸原來是在一個外資非常缺乏的一個年代 所以他那個時候在吸引外資 都是希望用資金來拉動他們整體的經濟向上 所以把資金帶進來 是他那個時候他需要儲備他一定的外匯 他才能夠有發展他經濟的一個條件 基本條件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 他採取了一個雙回制度 他們自己的人民幣匯率是大概11.8.8左右 但是實際上他用的那個所謂的外匯卷 他其實是1.5點多 1比5點多 1塊美金買5點多 大概5.8塊左右的人民幣 但是到1994年 因為在全世界各國方面的一些壓力下 他一次性的取消了所謂外匯卷 所謂的雙軌合一 雙軌合一外匯卷取消 所以他的匯率完全併到人民幣的匯率裡面 這一次性的貶值將近50% 這一次的貶值讓整個中國外貿整個快速發展 這裡面就相對又衍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去看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全世界把這個原因歸諸在於 中國一次性取消所謂的外匯卷 這樣的一個匯改的政策上 因為在那樣的過程 你看到亞洲的幾個主要國家 包括韓國 印尼 然後馬來西亞 泰國 這幾個國家受傷非常重 因為他的匯率 因為他沒有辦法用更便宜的價錢拿到訂單 所有的訂單都往中國大陸跑 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 整個亞洲金融風暴 你的經濟體相應沒有辦法 去支撐你的匯率的一個條件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 對於整個亞洲所謂區域間的金融風暴就此形成 這個是整個中國大陸的人民幣匯改的第一步 但是從那個之後 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發展 快速發展之後就面臨另外一個問題 所有的國家要求他貨幣必須升值 因為你這樣子等於是用所謂的低價傾銷 匯率的補貼 無形中就是另外一種政策的補貼 所以對其他國家的競爭相對來講不公平 所以他的那個所謂的外匯的 匯率升值的壓力就越來越重 所以他一直到2005年7月21號才第一次 真的是宣布放棄緊盯美元的聯繫匯率政策 他原來就是盯著美元走 大概匯率大概8.2左右 一路盯著他走 那2005年7月21號他就整個廢掉 那個時候人民幣的中間價大概定在1美元對8.11元 在那樣的一個過程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從2005年7月21號以來 這個人民幣就一路一路緩升 一直升到現在6.3 其實實質的所謂的明目匯率升值的已經有三成多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6.3左右 這個匯率的相對情況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為什麼在相應的這樣的情況下 第一個你賺其他國家的外匯太多 你一定必須要承受其他國家對你的壓力 特別是美國 所以美國在這中間有多少次指控中國是匯率操縱國 你包括歐洲也一樣 甚至有好幾次是歐洲美國日本 整個聯手起來要求中國升值 可是中國就是為了他自己的所有的經濟利益 也有一個前驅之間 那是1985年日本 日本跟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 跟他簽署了所謂的廣場協議 所以日元快速升值 所以造成長遠的日本經濟的一個衰退 我們回過來看到中國現在 就是說今天開始的人民幣的區間擴大一個交易 對中國大陸本身它國內的企業來說 影響是什麼 對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對於所有現在大陸的企業 它必須要重新學習一件事 也就是所謂的匯率風險的問題 以往在千分之零點三也好 千分之零點五 對不起千分之三就百分之零點三 跟百分之零點五 那樣的區間的匯率變動 一定是在所有的企業的可容忍範圍之內 它其實根本不用做避諱的動作 對於匯率的避險他們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那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這個匯率風險完全是由國家承受 那你現在的區間 你是今天放大到百分之一 隔一兩年會不會放大到百分之二 按照我的看法是持續會開放 所以企業必須要先做好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重新去學習 所謂的這些匯率風險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中國大陸在這個 整個匯率風險的問題上 它的意識其實是非常低 因為以往真的是受到國家保護 那相對於台商來講 其實這個東西根本不成問題 其實台幣的匯率你看波動多大 對應該是大概這幾年來 大概百分之四點一九 是大概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說 在這個匯率的問題上 對於台商來講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慣性的思考 它在做所有的外匯訂單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思考 它的這個匯率風險相關的問題 它要怎麼樣去所謂的對沖掉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的 對它來講可能要設定 設置一個安定基金 或者是買遠期外匯 它有各種方式 各種工具可以去對沖 但是中國大陸的一些企業 特別是從比較小企業 開始發展成大型企業的 這些民營企業來講 它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OK 好我們再來看到說 現在目前這個 除了這個台商必須 這個國內的一些企業的 必須要開始學習 怎麼樣做避險的這個措施之外 國內的一些大型的匯營的話 是不是在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也是 從另外一方觀點來看好了 它其實有機會來賺取一些避險財的是嗎 是 絕對是這樣的 它其實 所以它應該有非常多相關的匯率避險工具 在這個過程裡面商品會出來 所以它很多的延伸性的一些金融商品 在這個時候慢慢的都會出來 但是在現在整個大陸的一些相關的法令上面 它其實對於整個延伸性金融商品的一個操作 是非常保留的 但是它對於法人機構的買賣 我相信它一定是在一定過程裡面要去做開放的 是 那對於出口業呢 對於出口來講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整個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從去年開始看 它整個所謂的CPI的部分 是一路增加 但是在它有效控制之後 可以掉到4點多 甚至掉到3點多 這就意味著一件事 說它本身的通膨的問題 其實是相對比較不大 但是它以往還有一個現象是存在的 所謂輸入型通膨 因為它的人民幣升值得不夠 相應於原物料的大漲 它是不足以去影響 去對沖掉那個漲的部分 所以它如果人民幣在升值一部分 它對它整個對沖進來 它買進來的原物料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那他們在選在這個時候 做這樣的開放 其實意味著一件事 也就是以往人民幣的單向升值的 一個趨勢已經完全被打掉了 它現在會變成一個 中間波動的一個情況 所以人民幣的匯率 它以後其實相對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就剛剛這個總編輯有提到 從94年開始 其實中國大陸的匯改 已經就逐步的進行在開始 一直到現在 就是人民幣的交易區間的擴大 那麼接下來下一步呢 還會有大概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匯改的方向 其實現在大陸整個包括匯率 包括整個金融改革 它只相應為了一個 把人民幣朝向一個完全開放的 自由兌換貨幣的方向在走 之前它其實對於金長賬的開放 早就開放了 它現在在資本賬 向下的一個開放 它其實是一路在放 其實包括這一次 它的匯率政策本身有升有貶 就是它不斷強調的部分 其實前一段時間人民幣 不斷的有貶值的一個現象 一直 其實我覺得是就是人行 在透過這樣的過程 不斷的教育 他們所有的企業 教育他們所有人民 人民幣是會貶的 不是只會升的 等到在這樣的一個過程過了之後 所以它才敢把這個區間放大 放大之後 也就意味著一件事 這樣的放大 就是人民幣可升可貶的時候到了 所以相應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 現在所有人在 它的這個幅度一放開之後 所有的投資銀行 所有的分析 都在說一件事情 就是人民幣單向升值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我們其實看到這次的擴大的波幅 也啟動了新一輪匯率的改革 那麼也是新一輪一個金融改革 一個延伸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 還要繼續把這個焦點的 放在北韓 看到這一回 金正恩首次發聲來演講 他堅持軍事第一 那麼金正恩的時代 是來臨了嗎 等一下總編輯時間 繼續點評